菜篮子拎着吃力 10月菜价疯涨 猪肉也悄悄反弹了 为何 日常居家做饭的上海市民英先生 最近突然发现蔬菜价格大幅上涨 一公斤四季豆圆先12元 现在竟然涨到了20元 涨幅达到近期成 每天都要到市场买菜的成都市民李先生 也明显感觉到菜价的大幅上涨 每年的秋冬季是农产品消费的传统旺季 今年受前期不利天气的影响 有地方的蔬菜价格 甚至出现同比接近200%的涨幅 此外 今年以来 种子 化肥 农料等价格普遍上涨 拉高蔬菜种植成本 国际油价近期创下近7年新高 9月份 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3.4% 25.7% 带动运输费用增加等 也助推了菜价上涨 全球物流受阻 加上中国及其他蔬菜进口国蔬菜供应减少 也导致日韩蔬菜价格大幅上涨